他少年赴美留学 独自在异国他乡追逐着篮球梦想 他经历种种阵痛 成为首都全美高中篮球联赛冠军的 中国球员 他是外界眼中的明日之星 他就是美国杜兰大学篮球球员 张振民 1999年 张振民出生在辽宁的一个篮球世家 他的母亲王芳 曾是中国女篮的主力队员 父亲张言 曾是辽宁男篮的球员 张振民从小随凤 在篮球场长大 是科比 詹姆斯 杜兰特等 NBA球星的记忆 爸妈其实就是我的引路人 从小时候 我妈就会把我经常带到篮球场上去 即使那时候还不会拍球 可能篮球都比我大了 科比得到15分了 还有一次发生的机会 2008年奥运会 在现场看到了科比 看到了詹姆斯 当时就对我影响特别大 然后我就发誓想当一个很好 很优秀的运动员 篮球运动员 13岁前 张振民在辽宁体校和青年队 接受训练 为了实现自己的NBA梦 他决心到美国 接受更加职业化的训练 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异国的演识 文化 对篮球理解的差异的困难 同时砸禁门他的13岁 大家都说美国是篮球天堂 是篮球国度 刚来美国的时候 自己也突然很不适应 加上平常交流都用英语 就感觉有些格格不入 当时刚来到高中的时候 算是队里第二第三岗的 但是因为当时太瘦 就是在比赛中 就会经常遭人欺负 之前我父母看过我的比赛 有我母亲的话讲 就是要是没有四周 这四条线拦着 就会跑观众席上去打球了 我当时很惧怕身体对抗 尽管遗传到了父母的身高优势 初中时已长到一米九 但是张震霖来到美国后 发现很多小队员都比他强壮 他偏瘦的身材 严重影响体能发挥 打球时甚至无法够到篮筐 不服输的他 暗暗给自己加起了小灶 吃饭的时候多吃一点 希望自己能快快长壮一点 在场上跟他们们对抗 每次学完练以后 就会自己猫到力量房里 去做一些力量 假如我们有七年有十年 我可能五点半就会提前去 多做一些准备活动 或者是多做几组 这样慢慢每天累积 就会很快赶上别人 甚至超越人 等到场上的时候 我也会不惧怕对抗 努力是最好的天赋 2017年随拉罗米尔高中 获得全美冠军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 摘得全美高中篮球锦标赛 冠军的中国球员 之后张震琳转到蒙特沃德学院 再度拿到全美高中篮球联赛的冠军 2018耐克篮球峰会中 张震琳成为了一入选的中国球员 我在这里学到了另一个国度的文化 学习到了另一种打法 学习到了现金的技术 在高中拿过两个全美第一的冠军 然后参加了耐克峰会 还有参加了一些 是NBA举办的一些训练营 高中尚未结束 张震琳就收到包括UCLA 杨柏汉大学和杜兰大学在内的 十余所美国大学篮球队邀请 他最终选择了杜兰大学 即将开始他在NCAA的赛季 离他的NBA梦想有近了 青春于蓝 张震琳比父辈享受到更加开放的学习环节 也展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拼搏风采 听到有些好的朋友会很开心 但是还是会一样努力 并不会懈怠 只希望自己能安安心心打球 相比于我自己的父母来讲 现在我有更多的机会 最大程度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能走出国门 到这些蓝球最发达的国家来学习 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 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因为终生在中国最好的时代 在美国六年 他习惯吃着汉堡 喝着可乐 他也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凯文 来自他的偶像 NBA球星凯文·杜兰特 如今 19岁张震琳已经长到2.8米 体重210多斤 这只中国雏鹰 正在更高更远的天空 展开翅堡